除了上小鸭外 讲到了这个石门 大家一定会想到吃活鱼 不过这个月7号要展开的石门观光节 则是主打赏风之旅 又到了枫叶转红的季节 桃园县政府宣布 石门观光节将在7号登场 延续风石门主题 规划双轮追风 美味赏风 捕风捉影 浪漫风情等不同赏风体验活动 那这里呢 还可以骑车 还可以这个这个践行 还可以这个赏风 还可以吃活鱼等等 都有非常丰富的一个体验 桃园县长吴志阳也到场宣传 他说石门水库的风景优美 一向是特色观光景点之一 今年又再度搭上赏风潮 将会是北台湾最棒的赏风胜地 在12月的中旬到1月中旬 应该是最好的赏风期间 那依照往年的经验 今年的一个风速的一个景观 应该会非常的漂亮 不会输给澳万大地区 北部地区的民众要赏风红 不必在大楼园跑到澳万大 不妨利用周末假日到石门水库 赏风间踏青 联合报刘爱生桃园报道